大家好,今天是6月28日 是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今天是先跌,现在仍是回上,不过仍是跌的 不过升的板块就多了 因为突然跌了,坏了才再起 总共的行业方面来说,贵金属仍在这里 大家知道在这一季度来说 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在前十 公用事业也是如是,交通截施也是如是 其他这些反正就不一定是在前十 我们看看,金属仍是这样 基本上也是好 再来说说白银集团不是真的持有白银的 只是交易平台 就像是港交所那样 这个就是跟着公用事业 有很多水、水务、电力等等 都说了,阿爺要给水币、电币加价 加通设施也就是这么说 很多时候是这些升的时 将代表了那个物流和畅信 即使后面的制造业会是好的 再其次有一些是资讯通缺器材 这个必然是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是苹果的 是相关的制造商 再其次综合企业 综合企业的时装 就是这些一般的所谓的 有部分就是省企 对不起 回来之后 我们来看看 今天 升的板块是参差的 大板块基本上是升的 即使大板块 就是那些大牛龟 基本上是升的 除了腾讯、美团这些手跌之外 其他都是升的 所有的银行股 所有的中概股都升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昨天 上证指数跌至3000 上证指数跌至3000 出现神秘资金 你进去就买东西 那买什么呢 就是买一些ETF 今次买的ETF 不是买一千ETF 或者是2000的ETF 而是买300 500ETF 中国的银行股 是全部基本上是升的 例如建行 建行 还有公行 还有电讯股 很简单 中移动 中移动 和联通 全部都会有升的 中国联通 这个升 银行股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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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矿股升 石油股升 这个基本上就是 国内买ETF 所产生的效果 这个神秘资金 当然就是阿耶 好了 今天就是跌穿了 这个是布里加通道底 就上回去 这里的发展 就会这样看了 昨天说过的 很担心 今天又再重复下去 那就重复回这里 那就会有 连续要走 跌多1000点的可能性 如果今天升了上去 就代表一个现象 就说 在这里 这些东西不是很肯跌 这里不是很肯跌 要配合的日子 今天日子不肯跌下去 有些不肯跌 可能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六月最后一天是交易日 因此很多东西出来要维持秩序 不再沽 推上去 让基金表现是好一点点 特别在股方面 如果能够不停站起来的话 就即时可以像这里 然后 在下星期二 开始 是应该会继续上升的 像这里 大家留意 这个上升 是升穿了之前的几天 这些高位的 接着这里就有运行了 这里也是 升穿了这几天的高位 就开始有运行了 同样 下星期二回来的话 是应该考虑 如果能够一升穿了 不需要多的 升穿去到这个是180左右 就已经很有运行了 升穿到180 大家看到这里升穿了之后 上了这么多 这里升穿了之后 这里升穿了之后 这个就这么多 最后的时钟是这么多 这个升穿了之后 就是这么多 这个这么多的时钟 就是小小地 你都会变得到 去到这个是顶位那里 那时钟就 去你困难 这个是 发梦也要拍下的 今天我们来看看 由于今天是最后一日交易日 所以不作任何的推介 只是看回一些旧的股票 现在完全都会在 今天这一刻钟 12点钟 全部是 交割 即是结算 结算之后呢 这个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每一季都是在 最拉美国一日的交易日 的12点钟 全部做结算 生生死死了 就算了数了 我走